你們要來開箱我們的辦公室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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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早安 妳有人怎麼在這裡 我們要來開箱我們的辦公室啊 對 今天 警察滿滿的工作 那就來開箱一下我們的辦公室吧 現在看起來有一點亂啦 因為我們才剛搬進來嘛 兩個月前才剛搬進來 這是什麼這是垃圾 不是這個是平常拍攝要換的衣服 因為我平常穿的就是稍微就比較 你知道 輕鬆瑜伽褲T恤 對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的桌子 這其實是 我在舊金山創業的時候 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送給我的 他老闆送給他的桌子 他就一路跟著我從 2007年吧 到現在 我也把他從美國帶回來了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Podcast的場景 其實這個 已經買了有沒有兩三年了 而且就是 都是我從美國帶回來的 喔這張沙發也是我從美國帶回來 就是有些東西買了之後 就覺得跟他有感情就捨不得丟掉 但之後就是Podcast就會這樣錄 這個是康永哥海報展裡面 我特意收藏的 他唯一一個 喔不是悲劇的海報 不是吧 難不成這些河馬最後 全部被這隻恐龍吃掉了嗎 所以啦 就是請大家期待 我接下來會很努力的製作Podcast給大家 然後 員工都非常的不理解 為什麼 我很喜歡 就是買一些奇怪的椅子 他們是油眼不是泰山 我每個員工屁股下面做的 都是Herman Miller的椅子 然後那個吳黛銀啊 就是經紀人吳黛銀 我特別跟他選了這張 我讓他跟我做一樣的椅子 這個這個 Herman Miller的椅子 因為我覺得 他是我做最好做的 然後我也希望員工 因此可以坐久一點在辦公室 總之吳黛銀就好像很苦情的 把這個椅子拉過來 就是可能七八張椅子 他自己選的這個 好像他是要去讓別人一樣 因為他覺得這張椅子 好像看起來像399 好那我的辦公室 就是這麼的簡單樸實 我不知道 我當初放這個是要給客人 或者是大家開會的時候做的 但是就會有這種人 你小心 你小心 你撞到這個你陪我 那這個就是 算是多用途場景區啊 你們有時候會看到我坐在這邊啊 但是這邊就會擺很多燈啊 收音的東西啊 腳架相機 然後這邊也有可能用得到 這就是可以把它拉出來 只是我唯一要說的就是呢 員工非常喜歡把這個東西拉起來 但你知道我們這邊就是 這邊採光其實是還不錯的 不然裡面就會很暗啊 大家不覺得這個瞬間明亮寬敞很多嗎 所以這邊就是我們的電商戶門啦 那後面就是產品啊 今年產出的全部的產品 現在就在後面 你看椅子 Herman Miller的椅子 你看我對員工有多好 就是欸 水晶 我是不太懂風水啦 但是 有人水晶是向外放的 為什麼他進化 理科太太的團隊這麼迷信 這樣正常 那你知道他的名字嗎 他叫 呃 植水晶洞 他叫李晶晶 他姓理科太太的語言 工作壓力到底有多大 這是幹嘛的 喔 這要從這邊開始吧 然後就這樣按 哎呦怎麼這麼難 怎麼會有這麼難的東西 1 我跟你說 我丟到那個 那個中間我就請大家吃飯 中午 什麼意思 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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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跟你說 為什麼大家頭腦都那麼不清楚 這個就叫做 Conflict of Interest 那有什麼理由 我會想要丟到 我壓力好大 最後一個了 不用請了 應該是相反才對啊 然後 這邊就是我們的剪接部門啦 我還沒有用過 就是這種 性能版的Mac 不知道他用起來 是不是好像 很厲害的 還有這個Mac Studio 我也沒有用過 哇 曲面的螢幕欸 我也沒有用過 怎麼樣 電動打起來還可以嗎 Ten 還開心喔 那當初 其實在選辦公室的時候 我看到就覺得 欸 這個中導還蠻佔空間的 但是後來我發現 就是可以把很多雜物放在上面 還有這邊可以煮東西 咖啡機啊 熱水器 氣泡機 這邊就是重點 我養水養了一個多月的魚缸 有五尺 壓力大的時候 就可以來這邊 幫他清潔一下 只是現在還在養水啦 就是 還沒有完全好 然後這個是康蝦 My sister 而且魚很 吃得很好 大家來看 食物來了 沖啊 沖啊 食物來了 吃到了 吃到了 好然後這一區就是 就是茶水間 公共區域 還有廁所 這個 上廁所的時候 可以 欣賞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女廁 我們有分男女廁 因為我們的 男生 我們總共只有三個 其他十幾個 全部都是女生 女廁的view 我覺得非常的棒 一樣這邊 也可以看到這個河堤啊 然後這邊 哇 藍天白雲的 上廁所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心情很輕鬆 這就是我屯的海鹽啦 因為魚缸嘛 每個禮拜要換水 那以上就是我 稍微偏生硬的 辦公室開箱 我想大家都會拍 然後我就順便拍一下 好啦 其實就是 我們 我們 又多了一批新員工 在這裡 你們 你們是不是有打掃過 不然你們在那邊 欸 等一下啊 這邊現在 看起來也是偏乾淨啊 欸 你同事很過分耶 他剛剛說 我們等一下要他拍著啊 你們這邊打掃一下 可是我們已經打掃了 看不出來 是嗎 隨著我們電商的擴張 然後還有 頻道的擴張 人總是會犯一些錯誤 就是 這個是 這是什麼錯誤 沒有 沒有那錯誤吧 就是他收留了我 這一區就是 可以盡量壓榨的員工區 新鮮的乾 你就包含我嗎 新鮮的腎 對 對啊 對 如果大家想要看 更詳細的介紹的話 可以到另外一支 啊 頻道裡面看我的影片 然後我知道 可能這邊就是講的比較無聊 所以 就這樣子啦 欸 你不介紹這個嗎 公仔欸 可以了 很棒很棒 我們謝謝 謝謝 我可以再繼續講嗎 然後啊 因為就這樣 謝謝 好以上就是我新辦公室的開箱 那其實感觸很深 只是你可能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搬了好幾次辦公室 像一個地點在敦化南路 十幾個人擠在一個 四十坪的空間 超級小的 希望公司員工可以成心健康 所以 我那時候就開始在找辦公室 可是辦公室真的找很久 要看到適合的地方 很多地方天花板很低 我就覺得會壓迫 這個是有挑高非常多的天花板 好像 空氣對流會比較好 然後我又想要採光好 因為如果你長時間 待在辦公室裡面 其實還是要看到一些外面的太陽光 你的身體時鐘什麼的 才會有辦法正常運作 就是還是得曬到一些太陽 所以 對於一個 朝九晚五 一直在辦公室的上班族 真的偶爾被曬到一下 是有意身心健康的 也感謝 所有的員工 願意到大職來工作 因為 大家好像都住很遠 最後我們當然要感謝 這個影片是有好好的生衣 獨家贊助冠名播出的 大家如果想要 白天有精神 晚上睡得好覺 皮膚跟我一樣好的話 下定喔 好啦那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請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Socom 下次見